第651章 另一个倾听者 听着咔嚓咔嚓的啃咬声 洛青青便知道 这些人已经很久没有正常进食过了 长康镇是幽州粮仓 千任城又离长康不远 储备粮食在幽州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的水平 遇到荒灾 绝对有余力救济灾民 但从现状来看 官府并没有承担起这一责任 那个大姐姐 谢谢你 李乐忽然用蚊子般的声音向他低头道 我不该打你行囊的主意的 你知道自己错了就好 洛青青已经明白 为什么这人身上会拥有诸多不似于混混或流民的特质了 他分明接受过一定的教育 原本的家庭想必也不愁吃穿 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变故 他应该还坐在窗台前 读着那些经典书经 而一个月的时间 尚不足以将这些特质全部抹去 他们还有机会重回正轨 其他吃完了面饼的孩子也变得活跃起来 大姐姐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你眼睛看上去灰蒙蒙的 真的能看清东西吗 你的家人呢 怎么会一个人赶路 如果大姐姐想去千任城 最好还是找车夫送进去 独自入城 还是太危险了 这句话激起了洛青青的兴趣 我本来就是幽州人 这次不过是想回家看看而已 入城有危险是什么意思 难道城内比城外还不安全 城内肯定还是安全的 至少没有强盗能威胁到他们 但是 李乐犹豫了半天 但是千任城似乎换了一批官老爷 不光不让人随便进城 守门的卫兵也换成了披甲人 这群家伙杀起来人眼睛都不眨一下 有时候还会主动进入外面的名户 抓人 像大姐姐你这么漂亮的人 他们说不定会百般刁难 甚至还可能 说到这里 他闭上了嘴 其他孩子身有同胆的齐齐点头 换了一批统治者 洛青青心中思绪转动 这些人或许不知道 荆棘朝堂发生的巨变 但他是知道的 太子以傀儡姿态登基 朝廷六部被淑密府完全取代 地方官府的更替 或许没那么直接 可实权落在方氏手中 那是一定的 问题就在于 淑密府被荆霞彻底击败了 按照过去的经验 动乱一定会发生 不过大多数都发生在偏僻之地 像千任这样的大城 统治者应该会聚成坚守 要么誓死不详 要么安心等待下一任君王的继位 而如今的情况 似乎并不符合以上两类惯例 因为对方提到的变化 明显是在孩子们 流落到千任城之后才发生的 从时间节点来看 这时候地方淑密府 应该早就完成了 对所在城市权利的接管才对 你说他们 不让人随便进城 那到底谁可以进去 洛青青好奇地问 毕竟城里魂口饭吃的机会 总比外面多 有钱人可以 李勒嘟囔道 进城需要缴纳 二十两银子的入城税 而且的按人投交 二十两银子 一个人 即使是洛青青 也露出了一丝亚色 话而言之 一个普通的一家三口 想要进城 都要缴纳六十两之多 而他们很可能 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这已经不能说是重税了 简直跟抢劫没什么区别 对了 大姐姐 你有这么多钱吗 对方上下打量了她一番 要是没有 你千万别想着溜进去 披甲人查得可言了 所有仕途藏在马车或货箱里 蒙混过关的人 都被他们找出来杀了 尸体 现在都还挂在城门口呢 所以 自己看到的枯枝 是一具具风干的尸体 那时影时现的意味 其实是死人所散发出来的腐臭 这简直荒谬至极 洛青青 感到心里生起了一股怒意 城市大门 理应是展现城市风貌的地方 正如府邸家门一样 现在统治者 却把它变成了恐吓民众的刑场 若论秩序的话 这无疑就是最差的秩序了 她认为自己 有必要弄清楚 这座城市管理层 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才导致情况 变成如今这种局面 大姐姐 反正今天城门已经关闭 要不你去我们那的屋子 住一晚好了 孩子中有人说道 哎 你要把外人带过去吗 可他给了我们吃的呀 不能算是外人吧 这地方已经没有旅店了 难道你想让恩人露宿野外 好吧 我同意就是 孩子们窃窃私语道 你怎么看 李乐片开头 反正 我没什么意见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推脱了 若轻轻扬眉一笑道 麻烦带路吧 这个表情 也让孩子们一时看走了神 最后在李乐的催促下 大家才转身向巷子外走去 逃难到这儿的大人呢 穿行在居民区中 若轻轻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刚才一路追来 我看到 好像有不少屋子里 都是空置的 也没见到几个大人的身影 难道他们不住这里 有钱人去了城里 没钱的 也都尽量靠近城墙 只有我们这种人 才会游荡在千任城外围 李乐老师回道 之前 确实也有一些 手脚不便利的大人住在这边 不过随着能吃的东西 越来越少 他们都往西南边跑了 我记得西南边 也没有像千任城 这样的大城 落 清清道 幽州的西边 是分隔起 徐两国的山脉 山中 瘴气丛生 寻常人绝无翻阅的可能 但有传闻说 老天爷已派来救世之人 并在幽州西边 聚起起了大量人马 他们有吃不完的粮食 喝不尽的干落 大人往西跑 就是想要投奔他们 就是娇 落清清低声重复了一遍 是啊 其实我们也在等着 他们到千任城来 有人嚷道 李哥说 大家都是瘦胳膊细腿的 路上 不管撞见强盗 还是野兽都打不过 所以与其冒险去找他们 不如 就在这儿等他们过来 如果传言说的没错 就是娇迟早是要遍布石州的 这样的话 也有人信吗 可我听说 不只是城外居民 就连那些披甲人 都在讨论 就是这什么时候回来 李乐强调道 他们的消息 总不至于和大家一样闭塞吧 而且 救世者并非凡人 似乎早就在 舒密府的预言里出现过 他们称之为什么来着 他露出民思苦想的表情 好像是 倾听者 之前 那名被逼到墙角的男孩接话道 对 倾听者 李乐用力 拍了下手掌 只有这种能聆听到天外之音的人 才有力量拯救大家 第652章 陌生之城 若轻轻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倾听者能救世 这完全就是无稽之谈 短短一句话里 他便听出了无数破绽 舒密府从来没有预言过什么 倾听者对他们来说 是需要管控和利用的对象 而倾听者本质上 也跟其他方式没多大 区别 非要形容的话 那便是 这类人是更丰锐的剑 至于剑人 到底是斩杀邪恶 还是屠戮无辜 全取决于倾听者本人 按千言的说法 永朝末期 霍乱世间的倾听者 不在少数 就连他都亲手猎杀过 这些掌握着先术的方式 何况洛青青 自己就是一名倾听者 他向门许下了誓言 可门从未向他 要求过信守善良 话而言之 只要他遵循秩序之道 哪怕是最冷酷无情的秩序 也不算违背誓言 这便已足够说明 传言的荒诞 但孩子们提供的信息 远不止这么一点 在舒密府时期 倾听者算是最高机密之一 镇守级别才有资格知晓 一般感激者 根本不知道自己 还有第二次觉醒的机会 这意味着 就是叫并非过去那种 民间自发形成的教派 至少他的缔造人 掌握着一些普通人 绝无可能知晓的信息 其次 就是叫敢把倾听者的事 公之于众 证明对方已经很清楚 舒密府完全陷入了瘫痪 再也没有余力 来干涉幽州的事情 如果说倾听者的消息 还可能是过去的积累 准确捕捉到舒密府的现状 则只能说明 对方拥有一套完善的情报系统 甚至可以直接监视到 东边的金霞城 具备如此实力 却利用不对等的消息 来欺骗民众 这个就是叫 已经在洛青青心中 留下了不可信的印象 不要加入他们 他沉生道 这帮人恐怕并不是 怀着善意而来 可是 我们的食物 已经基本耗尽了 李勒迟一道 若不是旧式交的传闻 大家也不会一直待在千人城周围 食物你们暂时不用担心 我会想办法解决 洛青青暗地里叹了口气 这些人都是秩序崩坏下的牺牲者 若是他没见到 也就罢了 既然已经产生了交集 他便 无法再置身事外 维护秩序的方式 并非只有杀戮一种 你难道想 想 李勒卡了半天 才艰难地问出口 想买下我们 洛青青忍不住笑出声来 金霞已经废除了人口买卖 虽然政策的影响力 还没有传到这里 但我相信 那是早晚的事 所以 我并没有买你们的意思 金霞 这个陌生的词语 让孩子们露出了茫然神色 显然他们的见识里 并没有包括东方的 那座海边沿城 你既然没打算买我们 那为什么还要 李勒不解地问 在他看来 世间根本不可能 有人会为一群陌生人 做到这个地步 就当你们为我提供 赞助之所的报酬吧 洛青青白手道 但附近很难找到吃的东西 有人小声嘀咕 大姐姐 你不会真想入城吧 放心吧 我不只要入城 还会在明天黄昏前 带着食物回来 洛青青点头道 你们只用在这边 等着我就好 他倒想看看 是谁把千任城 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四日 洛青青找了辆入城的马车 随车前往城市东大门 他采用了孩子们的建议 将自己重新打扮了一番 不光把本就简单的素衣 换成更朴实的麻布衣 还将自己的头发 全部包裹起来 顺便戴上眼罩 恢复成盲人的模样 他并不害怕 与看守城门的披甲人 发生冲突 只是不想招惹来 不必要的麻烦 最终导致打草惊蛇 正如李勒所言 看守按照人头 收取20辆银子后 还围着马车转了一圈 确认没有偷运人员后 才放车夫入城 穿过瓮城 驶进城区街道的洛青青 更是皱紧了眉头 里面的景象 竟和他记忆中的样子 大相径庭 那些零零散散 建在街边的平房 如今已夷为平地 空出来的土地 居然成了一片片浓田 如果不是那些作物 都散发着淡淡的灵光 他还以为是自己看走了眼 但事实摆在面前 确实有人推平了部分房屋 将城内的外圈区域 重新规划为耕种地 一般来说 城市建立后 只会越扩越大 像这种倒退回去的规划措施 洛青青还是第一次建造 问题是 千任城占地有限 城外也有不少农田 最多只是确认耕种而已 把逃难至此的人们发动起来 一起恢复粮食种植 怎么看 都比在城里毁房肯荒 要来的明智 心愿统治者这么做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姑娘 你想去哪里 车夫问道 府天街 洛家府邸 洛青青压下杂念 打算先回府上看一看 客人 该不会是洛家出来的吧 不是 怎么了 不是就好 车夫感慨道 那里啊 已很久没有人靠近过了 马车行驶途中 洛青青终于看到了 房屋连城片的城区 但他也注意到 有不少居民三三两两的 躺在街道旁 似乎像在起时 又像是在瞌睡 可惜灰蒙蒙的 视线并不足以让他 真切地看清城中景象 洛青青唯独能确定的是 以前那个热闹的千任城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刻钟后 车夫将他送抵了目的地 偌大的院子和青瓦围墙 依旧在 只是倒塌的院门 与无人看管的出入口 证明此地已彻底荒废 洛青青越过脚下破碎的门板 走进洛家大院内 难闻的腐败味道 随即钻入了他的鼻尖 怀着担忧的情绪 洛青青不再隐瞒自己的身手 他迈开脚步 如燕子般窜上屋檐 几个起落 便感到了藏书阁所在的位置 然而记忆中的楼宇 并没有如预料的那样 出现在他眼中 洛青青的一颗星 煞石沉到了底 他跳落下地 沿着再熟悉不过的亭王奔行 不一会儿 便找到了一座天井 望着这个光秃秃的石器天井 他猛然意识到 自己已经站在了藏书阁内 只是天井上方的三层书阁 以及那些巧夺天宫的铜镜 与狼桥 悬梯都以不翼而飞 第653章 藏书阁与埋谷地 书呢 书都去了哪里 洛青青俯下身来 沿着井坑边缘绕行一圈 又顺着石梯进入天井 洛幽不在身边 他只有尽可能贴近地面 才可以看清脚下的情景 没走出石步 楼梯便到了底 他这才反应过来 原本多达七层的天井 一被泥土填到 只剩下一层 洛青青顾不上太多 用双手翻挖起来 泥土很松弛 并没有经过反复夯实 看得出来 是最近才被填上的 不一会儿 他便找到了一些破碎的纸片 举到眼前端向一番后 洛青青感到浑身一凉 这些纸张 毫无疑问来自于是藏书阁的书籍 但现在 他们已经变得七零八路 而且边角还有熏黑的痕迹 证明有人曾经焚烧过此地的藏书 他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洛青青举起拳头 猛地砸向地面 书密府如果想要洛家的方式 带走就行了 为什么他们连藏书阁都不放过 当拳头灌入泥土深处 又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被砸了出来 他微微一正 将那根物件捡起 那是一截手臂 他属于什么人已经无从得知 迷烂的唯一原因 是因为被大火灼烤过 整个臂膀已经完全焦枯 像是一根折断的树枝 洛青青不禁又想起了 穿过城门时 那些悬挂在头顶的尸身 他感到胃里有什么东西冲了上来 摇摇晃晃地离开洛家府邸 洛青青靠在路边的墙根上 休息了好一会才恢复过来 他不是没预料过 藏书阁可能会在动乱中遭到破坏 或许会有一部分书籍损毁 甚至是遗失 但那终究是洛家近百年的积累 哪怕方氏与宗家决裂 也不至于把恨意倾泻到书阁上 至少他认识的洛家感气者里 就没有一个厌恶书籍的 幽州洛家 万无通识的名号 绝不是独属于宗家的荣誉 哪怕感气者成为了书密府方氏后 也应该尽心维持这个名号才对 他的计划彻底落了空 洛姑娘 洛青青 真的是你吗 忽然 一个略带惊恶的声音从身旁传来 洛青青偏头望去 发现一个模糊的身影 在向自己张望 从其的表象来看 对方并非感气者 其轮廓像是一名年轻男子 但嗓音却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人 你是 这儿说话不方便 我们先换个地方 他走进两步 突然正住 你的眼睛 没事 洛青青摘下眼罩 只是看得不太轻而已 认路还是没问题的 是吗 他收回伸到一半的手 低下头道 那请跟我来 绕过两条街道后 男子带着他 走进一座气派的三层楼阁 这里看似像是客栈 却没有开门营业 走廊里 聚集着许多女子 见到洛青青都迟迟发笑 似乎在看什么笑话一般 男子却没有解释 脚下不停地 将他引入了一间狭窄的客房中 呼 他关上房门后 长出一口气 随后转过声望向洛青青 抱歉 我本不应该让你来这种地方 可现在洛家已经飞西比了 你是宗家的人 洛青青已然对男子的身份 有了一个大概的猜测 毕竟千任城里 能认出他乔装后 模样的人 屈指可数 此人必定对他相当熟悉 至少有过长时间接触 同时还不被他记住 满足这两个条件的 也只有宗家了 是 幽州天才 果然名不虚传 他拱手正式行了一礼 我叫洛智盛 是二房一支中的长孙 你叫我智盛就行 他最多十五六岁 比自己还要年轻 洛青青点点头 洛家府邸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藏书阁 究竟是谁毁掉的 是现在的城主 陆其亨 他本是淑密府调来的方式 自从知道淑密府落败以后 就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洛智盛语气有些低沉 此人倒没有直接针对洛家 因为洛家分裂后 府邸就被封禁起来 不允许宗家任何一个人进入 那时候藏书阁还好好的 听说 是家主用一家人的性命 保住了府邸完整 那之后呢 家主死后 许多洛家人便离开了千任城 大家都担心 宁千世只是一时收手 等到局势稳定后 再进行第二轮清算 决定留在城内的实不存一 我也是其中之一 毕竟这里曾有着洛家的一切 他在洛清清对面坐了下来 但谁也没想到 陆琦横风了 他宣布千任城不再归朝廷 或淑密府管控 而是归他一人所有 接着命令拆毁外圈民房 控出土地 说是要在一年内实现自给自足 同时 他还加大征税 并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贬为奴仆 替他开荒耕种 修建城房公事 还说这是 唯一保住千任城的方法 洛清清一时 竟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好 他考虑了很多种原因 却没料到会是这样 无论对方有何意图 这已是事实上的割据 那藏书阁呢 保留洛家府邸 明明对他的野心毫无妨碍才是 有很多人反对他 既有原来的六部官员 也有千任城中的文人 商人和百姓 陆琦横动用城卫军 展开了大清洗 将反对他的人全部处以极刑 洛智盛叹了口气 因此而死的人少说 也有一两千 其中还包括宗家弟子 因为人数太多 焚烧的根本不够用 他便把藏书阁的天井 当作了天然的焚烧场 而那些书籍 则变成了就近取材的燃料 洛青青忍不住咬紧了牙关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一个 存放书籍的地下石井中 会出现烧焦的枯骨了 将尸体烧尽后掩埋 是防止斜碎产生的有效措施 陆琦横显然也清楚这点 只是他选择了最为粗暴的做法 直接利用天井当现坑 烧完后用土填埋 这样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消除邪碎的隐患 啪 洛青青一拳砸在了桌子上 自从洛堂和洛长天死后 他的心绪 已经很久没有如此剧烈地起伏过了 那其他疏密府的方式呢 难道就没有反对他的吗 还有落败的幽州军 他们又去了哪里 洛智盛也露出了痛恨的神情 陆琦横如今的手下 就是原来的千任城疏密府 而幽州军 已经成了四处劫掠的强盗 第654章 我会照顾你 至此 洛青青已经完全清楚 自己要做什么了 你会出现在洛家府外 并不是偶然吗 是 洛智盛承认到 自从得知疏密府惨败后 大家都在想 那些洛家方式会不会再回来 如果他们真的到了千任城 发现府邸已经被废弃 找不到宗家又该怎么办 所以还留在城中的人 会暗中关注府邸的情况 万一有洛家人回来 我们至少可以告诉他们 洛家还在 说到这里 他的声音也变得振奋了许多 但我没想到 居然会在围墙外见到你 青青姑娘 当时你 可是幽州所有感气者羡慕的对象 连我也只能在远处瞻望 你的光彩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洛青青摸了摸自己的眼眶 对了 洛智盛犹豫了下 才鼓起一口气道 我听说 你之前被师父洛无忌逐出了洛家 确实如此 你这一路上 一定受了很多苦吧 他望向洛 青青 目光停留在他的双眸和脸颊上 若非如此 你的眼睛也不至于变成这副模样 我能想象得出来 看不清周围的东西 对方式来说 是多么严酷的打击 不说精准失数 就连灰智俘虏都难以落比 洛青青不由得眨了眨眼 不 习惯了之后 倒也还好 我知道你性子要强 在过去便是这样 洛智盛打断了他的话 但现在没必要勉强了 你既然会回到千人城 就说明 已经厌倦了漂泊不是吗 洛无忌的意思 并不等同于宗家的意思 大家一定会重新接纳你的 我敢保证 洛家虽然一落千丈 可在城中仍有不少产业 暗地里积攒的钱财 也不在少数 回来的日子 肯定比你在外面流浪要好得多 说到这里 他忍不住撑起身子 俯身倾向洛青青道 没什么好担心的 就算家族那边有疑虑 我一个人也可以照顾好你 后者与他对视了好一会儿 才微微摇头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青青姑娘 我来幽州的目的 并非你想的那样 不过还是很高兴 你能为我解释一切 洛青青将眼罩重新戴上 既然洛家仍有余力 或许可以试着重建千任城 将城外的流民接纳进来 保护他们不受强盗侵害 哪怕宗家里没有感气者 也未必不能成事 你在说什么啊 洛智盛难以理解到 现在掌控全城的是陆城主啊 洛家若是出面接纳流民 岂不是故意把刀柄递给对方 你也说了是现在 洛青青站起身 朝房门口走去 很快他就不会再是城主了 洛智盛愣住 他发现自己 完全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思 陆其衡很快将不再是城主 那城主会是谁 眼前的女子 只是一片漂泊的扶贫 他又能知道什么 洛青青 你要去哪里 洛智盛下意识地 想要阻拦 身子却始终难以迈出那一步 哪怕他是宗家一脉 在幽州年轻一代 最杰出的佼佼者面前 也依旧缺乏靠近的勇气 即便他已伤痕累累 光芒不在 给孩子们买些吃的 洛青青说完后 走出了房间 嗨 孩子 洛智盛待在原地 洛青青已经嫁为人妇 还有孩子了吗 拿着 今天的食物 洛青青将手中沉甸甸的布包 交到李勒手中 分给大家吃了吧 你居然真的回来了 后者有些难以置信道 而且打开布包后 他发现里面的烙饼颇多 超出大家所需不少 附近还有其他孩子吗 给他们也分点 你是认真的 李勒皱起眉头 大姐姐 这花了不少银钱吧 你若是招来太多人注意 恐怕会惹麻烦上身的 确实花了不少钱 洛青青心道 他在城里找了许久 才找到一家开门受粮的铺子 价格也已涨到了平日里的三倍多 那些摊倒在街边的身影 估计跟粮价的暴涨分不开关系 明明千任城并不缺粮 特别是为了备占深舟 粮库应该都是满的才对 即便一年里农田毫无产出 也能满足城中居民所需 毫无疑问 这又是新任城主的敛财手段而已 没有关系 就算麻烦不找上我 我也会主动找上他们的 李勒忽然打了个冷战 眼前的女子 似乎跟之前有些不一样了 尽管只有一瞬间的差异 可她却觉得 对方说这话时是认真的 大姐姐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一位来自京霞的普通居民罢了 洛轻轻回到 等到夜幕笼罩大地 她翘无声息 离开了孩子们的房屋 城墙上燃着篝火 还能依稀看到巡逻的卫兵 不过他们的盯房位置 仅限于城门周边 远远谈不上守备严密 可以想象得到 陆其恒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也将原本城卫军的关键位置 更换了一遍 这些人主要监视的是城外的流浪民 以及可能出现的强盗 而非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 洛轻轻找了个远离城门口的死角区域 召唤出龙铃之剑 接着她让龙铃倒转过来 排成一条浮空阶梯 自己则踏步而上 像蜻蜓点水一般 凌空攀行 龙铃在承受重量后会短暂消失 但眨眼间的时间 已足够她跃向下一级阶梯 就这样 她轻松翻过树丈高的城墙 在黑夜的掩护下 潜入了千任城 陆其衡的住处 洛轻轻在白天就已打探清楚 她虽是荆棘派来的方式 却没有住在淑密府大堂的习惯 位于城中央的高的宅院 才是她夜夜升歌的地方 这里原本是一处山坡 地势稍稍隆起 站在阁楼上 能看到千任城的大部分区域 不过陆其衡 似乎仍不放心自己的安全 不光在坡底新增了一圈围墙 还将其他住在这里的城民 都赶了出去 此片山坡 俨然已成了千任城防守 最严密的地带 从坡底到顶部的院墙 到处可以看到燃烧的火把 道路两旁固定哨和暗哨 应有尽有 在靠近宅底的位置 洛轻轻还注意到了 赶气者活动的迹象 可惜在她的视野中 这些防卫措施都形同虚设 她能通过气的流动 一目了然地确认 各个哨点所在位置 然后选择一条 绝不会被发现的路线穿插过去 不到半个时辰 她已经踩在了城主大宅的地板上 第655章 金色的羽翼 洛轻轻并不需要费尽心机 去搜寻目标 因为大厅里 悦耳的情恶 与男女混杂在一起的调笑欢愚声 已经昭示了一切 这里正在举办着一场盛宴 她攀上屋梁 透过高窗望去 只见大厅里灯火通明 卑躬交错 与千任城外面的冷清景象 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与会者有一半 都身披着淑密府的方式袍 品级从侍奉到手心不等 而另一半 看打扮飞幅极贵 十有八九 是当地的世家代表 与投校淑密府的官员 坐在掌桌守卫的 为一名四十来岁的壮年男子 他头戴玉冠 身披一袭紧袍 袍上绣着祥云和金龙 无疑便是陆棋横本人了 陆大人 您猜得果然没错 孙将军根本没打算向我们臣服 他认为自己 才是签认淑密府的最高职长 听说他们已经占领了 西北边的三个小镇 正在大肆征兵买马 这对我们来说 恐怕也不是个好消息啊 哼 什么征兵买马 不过是借机拉撞丁罢了 高大人 你不会以为 他们还有胆量进攻千任城吧 我看肃卿叛逆是假 养肥 自己是真 如若不是如此 也不会有这么多逃难之名 涌来千任城了 老马说得对 高大人 疏密府可不是衙门 魏战就先窃了 一窃还得靠实力说话 千任城一手难攻 方氏又是我们这边更多 一群败军之将 拿什么来 攻城 那名被称作高大人的男子 明显露出了尴尬之色 我只是怕万一嘛 行了 高宫草也是心系 我成安危 你们不必如此戏弄他 陆其衡终于开口道 孙小一那人 我了解得很 没有绝对把握 他是不会来跟千任城搏命的 何况败的 不只是一个幽州 逃回来的 也不止一个将领 他也得提防其他人的动向 大人说的是 众人齐声道 但我们擅守不擅攻 这交易恐怕会是对方的了 所以 千任城的做好 未与筹谋的准备 自行备足粮草 以防败军围成断缘之计 陆其衡摸着胡子道 老实说 我还挺感谢高将军的 把众多留民都赶到了我这里 不然以后总是吃西州 也怪难熬的 说到这里 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仰头大笑起来 大堂里很快也泛起了 一阵银河般的笑声 只是比起之前的恭维 这一次 大家的表情明显僵硬了不少 可可 陆大人 我还听说了一个消息 不一会儿 又有一人提到 西南边好像出现了一批 自称开天就市教的信徒 正在各个村落间 拉拢渔民 跟随他们的人 似乎越来越多了 这个我也听闻过 他们宣称 只要加入就市教 就必定有一口饱饭吃 而且 这帮人还说 要到千任城来 哼 加入了就有饭吃 陆其衡冷笑一声 为了深周这一掌 今年的田地 都没有几个剥了种的 欠收 几乎是必然 那群蠢货以为 在天上掉下来不成 这种教派根本不用理会 等到人数一多 自然就会把自己拖垮 他重新满上酒 朝部下举起酒杯 各位大可放心 快则三年 掌则五年 七星迟早会接管起国的一切 而拥有一成之地的我们 必定会受到后代 只要大家 齐心协力 将千任城抓在手中 真正的荣华富贵 自然会在那一刻等着大家 愿为陆大人效劳 大堂中的人们 也纷纷举起酒杯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清朗的声音插入进来 你们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什么人 陆齐恒刚贺文出口 一轮金色的光芒 便从墙后透露 瞬间照进了举办晚宴的大堂 但凡被光照中者 无不鲜血喷涌 惨叫不绝 啊 陪酒的舞姬 吓得脸色苍白 脸滚带爬得四处躲藏 而那光芒 却像是有灵性一般 不偏不倚地 避开了所有侍从 不 那不是光 而是某种极快极薄的飞刃 陆齐恒猛然意识到 有仇家找上门来了 敌人就在墙后 杀了他 更述龟四 龙蛇咬 一鸣方士张开双掌 做出蛇形之势 朝着光的源头用力扣拢 只见一道石柱凭空而现 并化作张开的血盆大口 猛地啃向大堂墙壁 伴随着轰隆一声 木墙瞬间被破开了一个大洞 但除了碎裂的墙板之外 他什么也没有咬到 相反 又一道金光从飞扬的烟尘中射出 精确地刺进了施术者的胸膛 敌案我名 人数不详 在这里迎战绝非上家之选 有一支精锐部队 就驻扎在宅院东头 搭配上强弓禁母 更适合消灭敌人 明白 外号叫秀才的方式 将一片牛堵抛出 对数 龟丑 吞天 大堂地板下 赫然升起了一道黑幕 仿佛要将众人全部包裹其中 但下一刻 黑幕如云烟般散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的术 被截断了 徐秀才露出惊恶的神情 还不等他再次做法 梨树未淫 爆哄 蠢货 不要在这里用梨树 镇树归 呀 这家伙 不对劲 宴会堂已完全陷入了混乱之中 陆其衡只能看到烟雾中 有人影晃动 却看不清对方到底在哪 而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听上去 也全像是自己的手下发出来的 到现在 未知 敌人似乎仍毫发无伤 这怎么可能啊 为了征讨金霞三公主 书立府 确实将有实力的方式 悉数掉去了深洲 可他手下的人 好歹也有侍风和问道 怎么可能连一个敌人都杀不掉 不到数十息时间 沸沸扬扬的房间 逐渐平息下来 飞扬的烟尘也悉数散去 只见一个身穿白色麻衣的纤细身影 出现在大唐中央 陆其恒震惊地瞪大了眼 他发现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大批敌人 江湖底缴个七零八落的入侵者 从头到尾便只有一个 那是一名有着浑浊白铜的女子 六把金色的利刃 在他背后缓缓浮动 宛如张开的羽翼 第656章 开天就是 这家伙 他有印象 陆其恒想了下 脑海里冒出一个人明暖 因为结晶机大狱 随后又加入金霞一方 而遭到淑密府全面通缉的背叛者 曾经的幽州天才 骆青青 此人考虑到天赋过人 品级应该再问到水准 最多不过是风 为什么却能以一人之力 悄无声息地进入千任城核心地带 还将他手下的方式 像杀机一样挨个宰杀 这合理吗 还有对方背后 那薄如蝉翼的金色剑刃 又是什么鼠类的术法 对了 通缉令里似乎提到过 若是发现骆青青的踪迹 应立刻向金鸡府汇报 这绝不是一位问道 或侍风该有的待遇 你想要干什么 陆其恒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 为骆家报仇 别开玩笑了 你不是感气者吗 宗家怎么样 跟你根本毫无关系吧 你要偿命的原因 不是骆家 而是那些被你吊在城门口的人 被田埋进藏书阁的人 以及因为你囤积粮食而饿死的人 骆青青平静地说道 他的愤怒 并不需要对罪魁凶手展露出来 因为对将死之人来说 恐吓没有意义 如果不是你的贪欲与野心 那些人不至于枉死 原来你竟是为了他们 你在审判我吗 骆青青 陆其恒低吼道 一个背叛了金鸡书密府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 再进一步说 你若是杀了我 也会变得跟我一样 不对 你只会比我杀死更多的千任城居民 骆青青抬起的手 微微一顿 这倒是一个新奇的讨饶方法 难道不是这样吗 陆其恒心中微微一喜 对方有反应就行 我问你 幽州军有多少人 被金霞城击毙俘虏的 又有多少 战后最可怕的 除开邪碎外 就是无人管制的兵匪了 如今朝廷六部和疏密府尽失 你觉得那些败军之将 会错过这个机会 让我直说了吧 荒灾已经不可避免 谁能在此之前 囤积到更多的物资 谁就能成为救世之人 荒六 骆青青冷声说道 你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你自己罢了 我不否认 但没有我情况 只会更糟 陆其恒提高音量道 你只看到我杀人 却没意识到 千人城的存量 没办法养活那么多居民 能保存下两万居民 就是此城的极限 我必须在有些人之中 做出抉择 骆青青的神情 没有丝毫波澜 若是以前 他刚离开幽州 前往青山镇参加试考时 或许会被这样的言论迷惑 但在金霞目睹过种种之后 他对秩序该是什么样子 但解法绝不是只有他做的这一种 如果夏凡在这儿 一定能想出好几种万全之策 因为哪怕是现在的他 也能勉强举出一例 比如 万事不绝欠一惊霞 骆青青向前压下手指 但紧接着 他却发现自己的身体 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 意识下达后 四肢却没有做出回应 你完了 骆青青 赢的人是我 陆其恒拔出腰间之剑 朝着眼前的白衣女子扑去 这便是他最擅长的竖法 前竖皮影 他已经注意到 手下在施术时存在戛然而止的现象 尽管不太清楚原理 但毫无疑问 是骆青青动的手脚 而他的术需要目标 保持一小块的静止 因此才 故意用画术拖延时间 结果证明 这一招十分有效 就在那几句话的间隙里 他默默完成施术 召唤出了皮影木偶 如今这具木偶 就立在骆青青身后 他张开双臂 保持着一个扭曲的站姿 而木棍般的手臂之间 有一根根细线 与骆青青相连 只要木偶不动 被连接的人也无法动弹 哪怕对方有着天才的名声 但终究是太年轻了点 在方氏对绝中缺乏战斗经验 如今的骆青青 不过是皮影戏下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 任他的术法再强 失去控制的身体 也不可能再指使利人威胁到自己了 扑斥 陆其恒忽然觉得胸口一凉 只见一柄轻薄的缠翼 从前胸钻出 接着向下一滑 他的整个身子顿时裂成两半 腹腔里的东西卸了一地 体内的气疯狂一散 他跪倒在血泊中 张开口 想要问为什么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龙铃并不需要我亲自操控 骆青青放下手来 他们拥有自己的意识 会主动排除周边的一切威胁 我所做的手势 仅仅是一个暗示而已 原来 是这样 陆其恒一声不吭地栽倒下去 滴血不战的龙铃 回到骆青青身边 左右摇晃两下 仿佛在向他撒娇一般 骆青青点了点龙铃的刃间 他才飘回身后 我不会对你们动手的 你们走吧 骆青青望向那些缩卷成一团 面色苍白的女子 城主死了 我们也会被杀的 其中一人战战兢兢道 不必担心 我会护送你们离开宅院 如果没有地方落脚的话 也可随我去城外 五鸡们相互对视一番后 缓缓站起身来 既然愿意跟他走 那就好办了 骆青青一剑展开大唐门飞 率先穿过长廊 朝院外走去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预想中围拢过来的侍卫与方式 并没有立刻出现 院子里的篝火 依旧在燃烧 只是留守的人已消失不见 老实说他之前就有些疑惑了 虽然战斗时间不长 可厮杀的动静却不算小 中途 有人注意到宴会堂里的异常 赶过来查看也不奇怪 只是一直到陆齐恒生死 大门也始终没有打开过 现在他知道原因了 有什么突发情况 让现场的侍卫离开了守备位置 问题在于 这个突发情况又会是什么 忽然 骆青青听到 远处传来了一阵若有若无的呐喊声 初闻时似是错觉 可仔细倾听的话 便会发现 它确实存在 而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你们先待在 这里别动 骆青青叮嘱完后 再次顾及重施 踩着龙铃跃上了宅院主楼的顶层 只见千任城一侧的城墙 正在熊熊燃烧 无数闪烁的气息缠绕于一起 并如繁星那般发光 西面 就在这火海之中 城门赫然已被破开 各式各样的光斑 从高墙外一路铺进城内 逐步沿着街道与小巷蔓延开来 从远处眺望 这些五颜六色的气息 就像一棵不断生长的大树 而它的枝鸭 则已融入进了千任城的各个角落 饶氏骆青青 也感到了一丝惊讶之意 他终于知道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景象 又是什么让山坡上的守卫落荒而逃了 他眼中所看到的 是一场攻城战 而且进攻者已经杀入了城区内 敌人是幽州溃军吗 不对 洛轻轻注意到 那些随人群涌动的旗帜 并非幽州军常用的军企 尽管视野里模糊至极 可他仍能勉强分辨旗帜的大小与轮廓 这些旗子 更像是用随手撕下来的破布条缝合而成的 同时 人群中也响起了错落有致的呼喊声 苍天不公 霍乱人间 光暗颠倒 混沌将至 乾坤一斩 生死重分 红莲结火 开天就是 第657章 大劫预言 放凉了放凉了 我保证每个人都有 来 这是你的一份 领了的人 请去旁边的帐篷里登记 放心 不会收各位的银子的 这事就是红莲的馈赠 四日一早 千任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是禁闭的城门全部打开 城头飘起了黑红双色旗 接着是吊挂在城门口的尸首 被放下 就地展开焚烧 数十人 骑着马匹 来回穿行于城外的居民区 大声喊着就是叫到来的消息 还说 无论是否成为教徒 都能领到一份口粮 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 在极短时间内 就传遍了郊野 人们纷纷涌入城内 一时间居然堵塞了官道 尽管昨天夜里的喧闹与厮杀声 让众多人彻夜未眠 但一听到放粮的消息 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进城 可以说到了这地步 哪怕是强盗来分发粮食 城外的刘明 也不愿错过机会了 就是叫的做法 可谓完全出乎了洛青青的意料 他本打算 先铲除寄居在幽州人身上的腐朽官员 再打开粮仓 缓解当地人的饥饿 凭借这一举措带来的声望 无论他接下来做什么 都更容易得到当地人的理解和支持 然而就是叫的突然杀到 打断了他的计划 洛青青没想到 他们真的会像传闻中所说的那样 来到千任城 更没想到 城池会在一夜之间 被这群人攻破 从就是叫信徒的气色与打扮 便可看出 对方并不是什么隐士高人 而是刚刚洗掉脚上 泥泞的普通民众 武器也多以刀叉棍棒为主 欠缺攻城武器 还能一口气捅穿城门 只能说明 他们尚未抵达前 守军里 就已经有了救世教的信徒 到这一步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救世教若是跟陆齐恒一样 打着救世的幌子 鱼肉百姓 他无非是重复一遍 刚才做过的是罢了 结果对方攻下千任城后 所干的第一件事 跟他想到了一块 这就让洛青青有些为难了 同时 他心中还有一股疑问挥之不去 自绑能力 他倒是有京霞城可以去 可开天就是叫呢 因此 听闻开仓放凉的消息时 若青青决定 让孩子们留在城外 不要煽动 自己 先去城内打探一番情况 而救世教 似乎也动了真格的 发凉地点 甚至就安排在城北凉库的门口 所有人都能看到 一车车倒鼓 从库房中被拖出 倾倒在大院的石板地上 无论是谁上前 只要手背上没有张印 皆可领到一盒骨子 用布匹包裹起来正好 巴掌大小 虽然上不过一天的饭粮 但考虑到女人和孩子 也算人头 一家三口 能领到的粮食 就相当可观了 并且按照对方的说法 这样的放粮 会一直持续半个月以上 若青青意识到 这个数字 不是随随便便定下来的 把郊外开垫到一半的田地翻整完 重新补上种子 这段时间 差不多也是半个月 就算错过了最佳播种时间 也只是对收成有影响 无论如何 都比绝兽要好 何况救世教也沉默 之后会按市场评价受粮 保证食物供应稳定 这一首 简直和当初金霞城 平息深周粮荒的方法 如出一辙 他很难想象 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教派组织会 采取如此成熟的手法来 重铸此地的秩序 要知道 粮食在某些时候 比白花花的银两还要珍贵 他们甘愿放弃眼前的短期利益 把目光放到更远的地方 这完全不像是一个 民间教派会做的事 又或许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不过是伪装 而真实目的上 不为人知晓 骆轻轻沉思半赏后 毅然走进了人群中 既然观察无法做出判断 那就亲自去体验一方好了 正如夏凡所说 实践是检验事物的唯一标准 半个时辰后 他终于排到了队伍前列 姑娘 这是你的份 接好哥 发粮的男子吆喝道 接下来请去帐篷里登记 骆轻轻将粮食放入袖中 跟着其他人走进帐篷 里面的陈设十分简单 除了一张放牧桌外 再无他物 三个明显是 就是交信徒的人 坐在桌后 位于中间的那位 显然是职位最高的一个 但令人压抑的是 他也是三人中最小的一个 没错 不是年轻 而是小 从无恙跟声音来判断 此人顶多十五六岁 骆轻轻还注意到 帐篷内人数达到二十左右时 就不再增加 考虑到周边还有不少帐篷 他猜测每个帐篷里 都有这么一组人 并且绝不仅仅只是为了盖章而已 果然 最年轻的那人率先开口道 乡亲们 先别急着回家煮米 我有些话想对各位说 骆轻轻微不可查地挑了挑眉 看来亲自体验 确实能收获更多东西 因为气不会骗人 这人是一名感气者 而且他的口音 也绝非幽州本地居民 我叫旺沙 大家觉得拗口的话 也可以直接叫我沙弟 他面带笑容地说道 不瞒乡亲们 这个世界马上要遭遇一场大劫了 我不是故意在恐吓你们 其实各位好好想想 也会发现 最近的日子实在有些不太正常 以往说 蝗灾 冰灾 蝗灾和洪灾里 只有发生一起 就是了不得的大事 而近两年里 已经连续发生了三起 大家面面相去 一时有些摸不清 对方葫芦里装的是什么样 不过此人说的倒没什么问题 分国的蝗灾 对西边周城 造成过切实影响 幽州也在其中 冰灾就更近了 军队的大规模调动 把各州近况搅得一团糟 至于蝗灾 现在粮价飞涨 人们吃不饱肚子 岂不正式受灾的证明 只不过 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旺沙仿佛看出了大家的疑惑 大劫 既不可避免 也无法阻拦 正因为如此 上天才降下红莲之主 倾听先人之音 拯救苍生之苦 只要各位加入开天救世教 就有希望度过大劫 迎来新生 正如你们手中捧着的粮食一样 这都是救世者的恩赐 人群一阵沉寂 这个消息 对于底层民众来说 实在太过遥远了点 办上之后 才有人窃窃开口道 那个 旺大人 加入救世教 要缴分子钱吗 放松点 教内习惯 以兄弟相衬 我们不讲官场 那一套 妄杀热情的达到 钱的问题 我可以保证 绝对不会有人从你们身上 刮走一枚铜板 那 我们成为信徒之后 需要做什么 会不会要上战场啊 这个我也可以提前声明 愿意为本教 贡献自己一分力量的 本教 有额外的赏赐 但强迫是绝对禁止的行为 换句话说 只要各位不想拿起武器战斗 没有人会逼你们这么做 他顿了顿 另外 不会在一个地方多做停留 你们成为信徒后 只要跟随大部队一起行动 就不用担心吃穿 问题 只要红莲大人有一口饭吃 就不会少你们那一份 如此宽松的条件 让大家一时间面面相去 不收钱也不用卖面 只要跟着救世教 就能吃饱肚子 这跟活菩萨 也没多少区别了吧 唯独洛青青 皱起了眉头 对方开仓放粮 可以说是为了快速拉拢民心 恢复耕种的目的 则是稳定一方秩序 这两个手段 皆是想要争霸之人 才会做的事 再不计 也是冲着当一方豪强去的 可听此人的话 救世教似乎并不打算久留 一旦他们离开 这些无法转移的成果 必然会成为后来者的囊中之物 毕竟千任城中 还有不少大户人家 他们有产业有存粮 肯定不会跟着救世教东奔西跑 此举岂不是在为他人做嫁衣 你们想把人带去哪里 究竟怎样才算拯救苍生 既然想不明白 不如直接询问好了 他当即问道 总不会是到一个地方 就放空一个地方的粮库吧 加入教派的人越多 食物供给的压力就越大 只要有一个地方的存粮 跟不上消耗 后果则不堪设想 不知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对啊 这么看来 我们岂不是变流寇了吗 万一别的城坚决抵抗怎么办 等朝廷恢复过来 肯定不会放过我们吧 骆青青的话 让人群犯起了一阵骚动 原本有好几个 打算加入的人 也犹豫起来 旺杀的目光 落在了骆青青身上 他的眼神中 多了一丝审视 不知这位姑娘怎么称呼 另外两名男子 也站起身来 一左一右走到了帐篷两侧 无姓 青儿 落 青青不慌不忙 随口编了的假名 借助着气的誓言 他可以从容判断 周边可能存在的威胁 以及需要提防的程度 三人里只有一人是感气者 他只需盯着少年的 一举一动即可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任何组织都不能像扶贫一样 永远漂泊下去 开天就是叫 当然也不例外 旺杀收起笑容 我们会把人带去一个永远不会缺食物的地方 那里是天国之地 也是倾听者铸造的营类 在那里 人们可以安然度过大劫 直到光明重新到来 第658章 旧事教的邀请 天国之地 洛青青当众之一道 六国里有这样的地方吗 粮食不重就不会长出来 衣服不知就没法穿身上 要么你们技术超群 可以用少量人产出大量成品 要么那里就是传说中的洞天福地 连树上都可以直接接出紧锣绸缎 不过真有这么好的地方 我想六国不可能让给你们吧 旺杀眯起双眼 她走到洛青青面前 伸出两根手指 忍不住了吗 洛青青心中冷笑 她故意一动不动 但龙铃已经呼之欲出 但对方只是将手指搭在了她的手腕上 这让后者微微一致 她本来已经做好了 召唤出龙铃瞬间制服三人的准备 可从气的流向来看 对方并没有施展术法的打算 她只是简单地将气放出 与洛青青体内的气接触在了一起 随后旺杀突然瞪大眼睛 一脸讶异地看向洛青青 捏 她说到一半又打住 收回手朝另外两人点点头 那两名男子也没有上前 围攻洛青青 反倒将其余人倾出了帐篷 原来青儿姑娘是感气者 望沙滩开双手 神情看上去竟有些开心 怪不得问的问题 如此刁钻 我都差点把你当成了感染者 还好还好 你的气并没有混沌的味道 如此一来 我也可以放心了 感染者 什么意思啊 就跟疫病一样 只不过 这种疫病感染的是气 而被感染者 会逐渐成为另一种人 她解释说 能不能说得更详细点 洛青青表示不解道 抱歉 恐怕不行 因为它涉及许多秘密 而这些秘密 不能轻易让外人知晓 否则我们就有麻烦了 望沙重新回到桌边 除非你加入开天救世教 成为一名教派高层 教派的高层 也都是感气者 不完全是 但数量不低 看来你们的组织还挺严密的 对普通人是一套说辞 对感气者 又是另一套说辞 洛青青也懒得在虚与未夷 所以天国之地和救世之言 也是骗人的话吧 望沙笑了起来 恕我直言 亲儿姑娘 你是不是被淑密府骗过 什么意思 她皱起眉头 你是感气者 气息也相当浑厚 我自然会推测 你曾经是淑密府的一员 而且品级不会太低 少年沉阴了会 嗯 至少也是问到层次吧 正因为 你见过那群 言行不一 贪得无厌的家伙 所以会对其他感气者组织抱有偏见 洛青青 没有接话 望沙见此接着说道 但我们不一样 无论是救世的目标 还是天国之地 都非虚言 如果你对淑密府感到失望 就更应该加入我们 别看他们 在六国不可一世 甚至妄图取代朝廷 成为这块大地的掌控者 可他们懦弱的星星 就注定无法看过大劫 他略有些意外 没想到到了这一步 对方居然还在嘴硬 天国之地在哪 不可轻易告人 大劫又是什么 万物凋零 生者的末日 引发原因呢 不可轻易告人 洛青青双手抱胸 既然什么都不能说 那你怎么说服感气者 加入救世教 这就是我们跟淑密府不同的地方 望沙孝道 迄今为止 已经有上百位感气者 加入救世的行列 只因为一个理由 我们确实是为了保护苍生而努力 大众百姓是盲目的 所以需要一个听起来美好的理由 以及一点能长得到的好处 而对于感气者 我们反倒不计息于言语说服 事实可以证明一切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救世教将会在千任城驻扎下来 我相信亲儿姑娘 有大量时间来验证这点 就是需要信念 所以我们不会强迫你加入 但只要你有这个想法 我们随时欢迎你的到来 大姐姐 你怎么了 李勒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打断了洛青青的思绪 她转过头 看了眼挪过来的男孩 有什么事吗 倒也没什么事 李勒摸着后脑勺道 就是看你一直在发呆 半天都没挪动过 所以过来问一问情况 洛青青这才注意到 原本晴朗的天空 已经遍布红霞 镶着金边的云层压得很低 仿佛一场大雨 即将伴随夜幕着到来 原来她已经坐在院子边这么久了 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被一个小自己好几岁的孩子关心 想到这里她 忍不住笑了笑 放心吧 我只是在思考问题而已 什么问题 男孩好奇地凑到她身边 明天吃什么东西吗 爷 不能算错吧 洛青青随口回道 心中却颇有些感叹 要是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事实上 就是叫的那番说辞 一直在她脑海里徘徊不去 一个以前被忽略的问题浮现出来 那就是 金霞城是否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 在旧秩序的凋零与衰亡中 其他地方会不会也出现 像下凡这样的倾听者 凭一己之力打破黑暗 为世间之人 创造一个更适合容身的秩序 她决定离开金霞 另一个目的 便想为这股新生的秩序贡献一份力量 宁婉君陷入昏迷 长睡不醒 下凡远走西级 寻找解救之法 金霞又经历一场大战 刚刚站稳深舟 短时间内 自然无暇顾及其他周城的事情 而在这些地方 依旧存留着相当顽固的旧秩序力量 不靠强制手段 他们是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 所以 洛青青决定帮他们一把 若是世间少一份就秩序地找牙 将来金霞城横扫大起时 也能少一些阻碍 然而 他从未考虑过救世教这样的情况 万一两种秩序 都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建立 他该如何做才好 万一存在着比金霞更理想的秩序 他应该反过来 帮助后者对抗金霞吗 这个问题在洛青青心中 久久无法得出答案 思考此问题时 他脑海中反复出现了 那位同期考生的身影 如果是他的话 一定能毫不犹豫地 给出正确回答吧 第659章 感染者 那个 大姐姐 你之前几次提到的金霞 到底是什么地方 李乐盘腿坐下后 又问道 听你的说法 那里 似乎跟千任城大不相同 若轻轻点点头 你只要去过一次金霞 就绝对不会忘记 他原本只是深周近东边的 一座沿海城市 除了产言以外 不值一提 但现在那里 在公主殿下的治理下 已变得截然不同 吃的和穿的 都很容易买到 价格也十分低廉 哪怕两天一顿肉 居民们都能存下不少盈余 再也不必为生活发愁 真的假的呀 这时其余孩子也凑了上来 天天吃肉 不是大户才有的事吗 李哥 你家里以前是这么样的 我呀 差不多也是两三天一份大菜吧 吃只是最基本的需求 金霞还有免费的学堂与住宿 像你们这种年龄的人 基本只需花很少的钱 就能在城里住下来 若轻轻继续说道 他发现自己提起金霞诚实 心里总会变得畅快起来 当然 身无分文也不是不行 可以向事务局 申请边供边读的机会 或者先找些日节的短供 先定居下来再说 总之 一群人听得目瞪口呆 若轻轻所说的东西 在他们看来 无异于天方夜谭 比如说 在海上运行的福岛 一次性就能捕捞 相当于上万尸骨子的鱼类与虾线 还有感气者 与普通人平等相处 不再高高在上 连腰也可以光明正大的 走在大街上等等 如果不是他连着两天 买来食物所结下的身后友谊 大家肯定要续声四起了 大姐姐 你不是在唬我们吧 这样的地方 岂不是成人间天国了吗 连上元城都做不到这点 光凭公主殿下 怎么可能改变金霞的一切 听着众人的嚷嚷 洛青青不由得微微一正 对了 旧世交也用到了天国之地的说辞 而他的反应本质上 和孩子无异 如果用外人的视角 去看金霞城 不正是既不缺粮食 也不缺一川的饮食乐园吗 洛青青心中渐渐有了答案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下意识地排斥 就世交的说法了 因为 他担心 有人威胁到金霞城 威胁到下凡所打造的秩序 在金霞生活的那段时间 无疑是最为轻松愉快的一段日子 正是这份体验 让他心里产生了一定清闲 所以 他才会下意识地 回绝旧世交的邀请 看到眼前争论不休的李乐等人 他忽然发觉 其实自己并没有烦恼的必要 如果因为那点担忧 而产生排斥心理 反而是小看了下凡的成就 倘若真有一种新秩序 更胜于金霞 按下凡的风格 应该也会欣然接受才是 这或许 也是临行前下凡 对他想要进一步看看 秩序好坏的根源 没有多加提点 反而交给他两本书的原因 他和别的治理者不一样 并不排斥那些真正优秀的秩序 更不会把他的实践 当作是一种背叛 想到这里 骆青青忍不住仰起嘴角 尝出了一口气 他既然切身识得地了解过金霞城 那么至少 也应该给就是教同等的机会 第二天 骆青青再次找上旺杀 表示自己愿意加入就是教 真的吗 太好了 他欣喜地拍了拍手掌 我还以为你会观望一段时间 再做出决定呢 他心想 无论对方打的什么主意 是蒙骗世人 还是真心救命 在加入教派后 才能看得更真切 入教需要举行什么议事吗 以前确实有 但现在情况已大不相同 我们也只能一切从简了 望杀伸出手掌 请把手放在上面 骆青青一言照做后 发现对方的气再次探出过来 跟最初见面时一样 气息没有凝聚的征兆 仅仅是探查一番后 便收了回去 你还在担心我被感染了 你能察觉到我的气 望杀略敢意外道 我还以为这种程度的接触 不会引起你的注意呢 说到这里 他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 因为你昨天 还没有任何加入的意愿 甚至隐约有些敌意 今天却突然改变了想法 所以我不得不多检查一遍 感染是这么容易的事吗 骆青青疑惑道 啊 容易道谈不上 只是他危害性极大 一旦出现纰漏 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 望杀从腰包里 摸出一枚桃木戒指 交到他手中 这是一个简易法器 戴上他 然后用气激活他 骆青青扫了眼戒指上的符路 确认附着的是对数方数 大概是从素生类数法 扩展而来 激活之后 他感到自己的气息 与戒指连接在了一起 仪式结束 欢迎加入救世教 望杀笑道 救 这样 骆青青愣了下 戒指有什么用处 有了他 就可以对帮助救世教肩控感染 望杀举起另一只手 他的指尖 也有一枚同样的木戒指 一旦感染发生 他就会和手指融合 成为一道深入血肉的印记 所以在任何时候 都请不要脱下戒指 特别是在其他感气者面前 既然我现在是救世教的一员了 你总能告诉我 这感染到底是什么 又有什么样的危害了吧 骆青青故作随意地问道 嗯 简单来说 他会让你变得不像你自己 并渐渐成为另外一个人 望杀想了想 缓缓说道 这是斜碎效果的一种 但和普通的侵蚀 又不完全相同 在外人看来 你依旧活着 并且和生者无异 但对于你来说 代表你一时的气 已经完全重组 而真正的你早已死去 骆青青脑海中 犹如一道电光闪过 他想起了一个人 袁淑密府的方式 匪念 他深吸了口气 这种现象 很普遍吗 望杀露出一丝苦笑 这才是他最棘手的地方 如果不进行接触检查 我们就无从得知 对方是否被感染 毕竟在大部分时候 感染者都和本人完全一致 例如 现在各国的淑密府中 有几人感染 又有几人正常 根本就是一个未知数 甚至连知道这件事的人 都寥寥无几 第660章 圣天尊者 难道就没办法预防 骆青青不禁有些担心 起惊吓成来 没有 少年摊开手 甚至被感染者都不会意识到 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在感染阶段 试图对其治疗的话 对方必然会视你为敌人 话而言之 你认为他不正常了 但他却觉得疯的是你 骆青青不禁哑然 他已经意识到了一种情况 没错 望杀看出了他的想法 他会导致信任不复存在 哪怕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也会化为仇敌 所以为了减少这种痛苦 最好在察觉感染的一开始 就直接杀死对方 骆青青微微握紧了拳头 他很难想象 自己会有一天 要将龙鳞斩 向自己仅存无几的伙伴 不过望杀画风一转 压低的语气又轻快起来 当然 感染感气者需要契机 虽然我们还不太清楚 这种效果是如何实现的 但他并没有到疫病传染那么简单 总之 戒指可以保证 我们察觉到感染者 而自身的意志 或许才是抵御感染的关键 这无疑是极为关键的情报 骆青青心中暗响 不管对方有几分话是真 他都应该将感染者的消息 传达底惊吓 最好还能捎带一枚戒指回去 另外 检查感染的方法 他也要学到手 假设斐念就是被感染者的话 那公主殿下 究竟还是不是自己 万一下凡带回了 能治疗宁婉君的圣灵之子 结果殿下 已变成他人 这样的事情 他简直不敢去细想 就在他思索之际 一名教徒走进帐篷 朝旺杀行李道 杀地 侦察队传回消息了 南边有着实不活动的迹象 圣天尊者希望主力都过去 我知道了 旺杀看向骆青青 看来有人眼红了 正好就是叫 也需要一点麻痹补充 亲儿姑娘 你的能力可以在沙场上战斗吗 我想 应该没有问题 骆青青停顿了下回道 即使不使用仙术龙灵 他也懂得不少离术和阵术 这两类术法 都十分适合阵前杀敌 敌人 莫非是逃回幽州的 军队 你已经猜到了 对方赞许道 最近幽州各地突然夺出来的强盗 就是曾经的幽州军 只是他们 现在已经分崩离析 各个将领 都在为自己攫取利益 着实率领的残部 便是其中一支 走吧 我这就带你去见尊者 从帐篷转移到一处大院空地里 骆青青看到 已有四十来人在场中等待了 而这些人不出意料 全是感气者 好大的手扁 他心中暗暴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教派 能聚集起这么多感气者 哪怕他们的水平尚不及入门方式 那也是一个令人嘖嘖称奇的数量 除非这些感气者 都是从地里冒出来的 否则幽州称不起 如此多的觉醒之人 毕竟在过去 民间的感气者 基本都归属了落架 即便有散修 那也是一双手就能数清 联想到望沙那奇怪的口音 呃 轻轻怀疑 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 来自启国之外 沙弟 这位姑娘 是 园群中一名男子 吹了牲口哨道 她是新入行的姐妹 名叫青儿 可是这儿八经的疏密府方式 没有点实力的 还是别来招惹她为好 人群泛起了一阵嘀嘀的哄笑 什么招惹 话说得也太难听了点吧 那名男子不服道 大家也只是欣赏 青儿姑娘的融资而已 你年纪不到 不要插话 呸 谁还不知道 你们那点心思 青儿姑娘 别怕 有我红秀姐看着 保证不让他们碰你一根汗毛 说得没错 马大哥你就省省吧 这名新人 你是想都别想 大家一时起哄不已 而有些人的注意力 则放在了其他地方 青儿姑娘的眼睛是怎么了 待会打起来没问题吧 沙地 你是怎么说服 疏密府的方式 加入就是交的 解决完兵匪后 我能找她切磋切磋吗 别介意 他们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望沙亚低声音悄悄说道 你要是不想搭理他们 沉默即可 他们会知难而退的 洛青青点了点头 同时 一股强烈的异样 敢从她心头浮起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 她望着闹腾的人群 沉思了好一会儿 才忽然明白过来 那就是 接受过释迦教育的痕迹 要知道 释迦制度并非启国独有 除开一家独大的虚国外 其余封国 也是按照这种方式 来赏赐推翻永朝的功臣的 而释迦的教育里 有一项便是礼节 毕竟敢气者的目标 就是通过释考成为方式 既然将来要当官 礼学自然是必修的课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除开下凡这种极个别的特例 绝大多数敢气者在 疏密府时期都是人上人 最不济 也是为无双那种 他们除开能敢气外 就跟市井间爱凑热闹的普通居民 没什么区别 洛青青百思不得其解 就试教 到底是从哪里搜集来的这些人 安静 圣天尊者来了 忽然一人高呼道 喧闹生顿时 消停下去 一个高条的身影 分开人群 从后方走入大院中央 那一瞬间 洛青青感到浑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眼前的这个东西 真的是人吗 他第一次看到 生灵的气 可以混杂多种色泽 更别提一部分 是类似于混沌的黑色了 尊者显得格外醒目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 那部分 黑色的气息 并没有摧垮对方的生机 也没有呈现出混乱的迹象 而是规整地组成了一个独特的门形 没错 对方体内的气 竟然形成了一幅图案 一扇只有他能看得到的黑色之门 诸位 这一次行动 我没有特别要说的 圣天尊者开口道 听声音 是一名女性 对手 虽然人数众多 却只是凡夫俗子 尽可能多地消灭她们 不要让她们威胁到 千任城的无辜百姓 如果士族投降 则可饶起一条性命 但以着实为首的将领 不可留 明白了吗 属下明白 众人齐声道 很好 保护世人 不受暴徒摧残 是各位的使命 现在 带上你们的人马出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